香港人生活節奏急速 要找時間休息都不容易 別說坐下靜靜地看書 不過現在你就可以在尖沙咀的鬧事裡靜一靜 坐下看一些有質素的書籍 同時間可以聽聽上帝有些甚麼跟自己說 今年的基督教聯合書展 已經在10月18日開幕 場內很多基督教的書籍 CD、影碟和精品都特價發售 真的很吸引 基督教聯合書展 今年已經來到第29屆 梁美英牧師是今屆書展的籌委會主席 他認為這類型的基督教書展 可以方便很多信徒 這個位置很有趣 我們每年都在這裡搞 為何這麼小都繼續在這裡搞 為何不找個大一點呢 加上除了金錢之外 即是長租之外 其實都是很近一個中心點 其實都是很想方便人來到 所以這是一個城市 一個鬧市當中一個安靜的地方 有一些弟兄姐妹都分享給我 就是好像進來就突然有一種很安靜 可以去看書的感覺 梁美牧師每年籌備書展的時候 都很深感受到 一群同業和弟兄姐妹 同心為上帝侍奉 每年都要這樣做主題 主題究竟如何幫助人 印象深刻一些呢 我們又問 閱讀容我寧靜 有沒有一些書或產品 可以幫助人進入去安靜呢 我們又很快地問 同業有沒有這些推介 我告訴你 是不夠一半 收了所有資料 上網 宣傳即是出賣宣傳 我深刻印象是因為大家很齊心 還有很知道大家現在在做什麼 我們不只是去做一個工作 我們是真的讓大家知道 原來是很想合力地去把這個訊息 去告訴別人 所以所有的推介 容我寧靜的產品 希望能夠真的讓人去幫他們 可以去進入一個安靜 正如剛才所說 正中得力 去親近上帝等等 就是這樣的人 容我寧靜 是今年基督教書展的主題 開幕禮當日 大會亦請到何義博士 分享怎樣才是真正的寧靜 寧靜是 找到自己內心的空間 有時候安靜 都未能夠進入這個空間裡 因為一安靜 原來很多聲音在這裡拉斜 我覺得是要將經驗 一日生活是很忙碌 其實很多經驗 無論開心不開心 其實我們都需要去沉澱一下 然後在這些經驗裡 聽聽自己內心真正的聲音 但我覺得更加重要的就是 去聽聖靈福活的耶穌 對我們內心對我們的說話 我覺得這樣的寧靜 才是一個有創造力的寧靜 一個能夠對生命有調整的寧靜 香港人經常都很忙 要安靜獨處 經常有很多拉斜 何博士講到 寧靜的時間 確實是需要我們自己 在生活裡特別安排 他亦給了幾個方法 讓我們可以在繁忙的生活裡 得到寧靜 香港人我們去做運動 容易嗎 大家都知道 有些人是為了要鍛鍊身體 去買一些套票 令自己經常在一個指定的空間裡 真的去做到運動 我覺得寧靜都是 視乎我們看到 我們的人生 我們想有多迷惘 有多失落 能夠找回自己內心的自主權 能夠和自己可以對話 能夠在這些空間裡和神對話 以至我無論做大小的決定 我和人的應對 我都能夠有一個 從內心裡的誠實的出發點 我覺得最簡單的 譬如你上班前或者上班後 你早兩三個巴士站下車 你給自己一個散步 這樣的步伐 走回去公司或者走回家 其實你已經為自己去製造這個空間 或者你回崇拜前 或者是崇拜後在安息日的日子 找伴奏去行山 或者去沙灘裡度步 我們都可以為自己去製造這些空間出來 給自己一個時間一個空間 打開書本慢慢誓越 在這個過程裡 亦都可以令到自己 在急速的生活節奏靜下來 聽到自己心裡的聲音 和聖靈的說話 我相信文字本身一定有那種吸引力 以至你打開那本書 你是願意讀下去 當你一路讀下去的時候 其實你就進入了一個寧靜的狀態 至於那個書的內容 是不是引導我可以和神來交往呢 在乎那本書寫作的目的 和作者有沒有這樣的用意 或者我要看這本書的時候 他就是幫助我朝著這個方向走 所以某一些的靈修的書籍 我們見到這些的作者 他們是對自己的生命 有一定程度的否釋能力 展現出他們是怎樣和神來對話 變成這一類的書籍 就是幫助我們去進入到 一個和神對話的空間裡 或者就是透過作者他這些生命的反省 幫我來進入自己生命的經歷 在那裡來發現 發現神跟我說什麼 當你看一本好的書 所謂稱之為好書 你好像和那個作者對話 你本來好像不認識他的 但你看完他的東西之後 你好像認識了他多一點 然後你好像令你 可以有一種想和他有一種交談 無論這個作者是生存的 或者是不在的也好 你好像是和他做朋友 甚至像剛才說的 好像做生命師傅 可以幫你明白多了自己 明白多了信仰 明白多了上帝 明白多了上帝 多了信仰